据了解,警方已经掌握疑空的身份 是邻居的女儿的男朋友 现在已经潜逃日本 消息说,邻居有死者家的锁匙 怀疑有人拿走锁匙之后 到女户主的家里暴洩 但女户主突然回到家里 有人用铁笔攻击对方的头部致死 遇害的63岁女户主 在星期二晚被发现倒闭屋内 单位又被搜索过的痕迹 初步点算失去的财物 包括钻石和金色等等 大约值十几万 现时香港和日本未有签署移交逃犯协议